专家复原了杨玉环年轻时容貌 气质非凡 居然和现代一位女星很像 美女美景一直都深得很多人的喜欢 如果说在我们现代社会娱乐圈里就有着太多的美女 而要是在古代想必大家都会想到民间流传的古代四大美人也就是貂蝉 其实杨玉环王昭君了不过今天想来和大家聊一聊的就是杨玉环 曾经在古代历史上杨玉环也是有了修花的称号 是与这个称号的由来 很多人都是充满着疑问 实际上当初在唐朝时期 在杨玉环因为思念家乡而成 那巨下的时候摸了一下旁边的花 而首刚一碰到花花瓣就立刻收缩了起来 而且花也都含羞低下了头 也正因为如此杨玉环 也就有了修花的称呼 其实当时杨玉环摸到的正好是含羞草 而这一幕被宫女看见了大家都不知道那是含羞草 所以宫女也是到处说 花和贵妃比美的时候 花都主动害羞地低下了头部 我不得不说杨玉环在古代历史上是真的气质美女 毕竟当初正因为杨玉环的气质加上美貌 就连唐玄宗李隆基都把杨玉环封为贵妃 也是十分的宠爱她了 不过杨玉环到底长相有多美 就连杜甫都曾经在诗中夸赞过她古代赫赫有名的诗人都不吝嗣 对于对杨玉环美貌的夸奖 也是可以证明杨玉环有多美了 标签 历史 杨玉环 唐朝 杨贵妃 吕欣 想必很多人也都是知道唐朝时期是以胖为美而据实了 记载其实杨贵妃就是比较微胖的类型 而如今专家们也对杨贵妃的长相进行还原身材 真的是无可挑剔的有着精致的五官气质动人 怪不得被受皇帝的宠爱她 即使能我们如今的眼光来评价杨贵妃的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